老案子 网宏館長陳志翰一早現身高等法院 而這回開庭對象是他 館長前員工健身网宏艾瑪 一早在律師陪同夏 也到高院準備開庭 而雙方對部公堂 就是因為當年這句話 用言語然後去摸人家 然後人家男教練 一要是教練 人家男教練有女朋友 所以就產生出了這個 人家告他性騷擾 五年前館長在直播中指出 艾瑪就是性騷擾 才被解雇 事後立刻挨告 一審民事部分判賠十萬 刑事部分則是無罪 不過案件至今還在上訴 艾瑪律師在庭上指出 當初是為了互槓 才會和男教練有肢體接觸 並不是性騷擾 反抗館長直播言論未查證 甚至為了流量 語不驚人 死不休 不是怎麼沒有查證的義務 你被客人性騷擾 我一定幫他的 那時候問他要不要告 他也說不要 他之後他現在 我怎麼知道他答辯這樣 就算了啦 反正都六年了嘛 我就說這個案子都六年了 隨便要怎麼辦 隨便隨便隨便 透露和艾瑪還是僱傭關係時 就曾傳出性騷事件 兩人官司殘送多年 到底誰對誰錯 短時間內恐怕還沒有答案 三星有何夢爵有桃 台北斗